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小孩三點鐘 爸爸媽媽, 鬆一鬆, 嗚嗚 我是今天的主持, Tony 哥哥 又是我, Sui 姐姐 今天我們隔了一個星期後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大家有沒有留意桌上好像有些很特別的小擺設 我看到一個有兩個不同形狀的車仔 還有一個象徵到很高的紅綠燈 是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車 對嗎? 講開搭車, 雖然我們最近小朋友不能經常出街 但我們搭車有些禮儀, 不知道小朋友還記不記得 就好像我們平時搭車, 雖然安全帶很糊 好像很不舒服 但如果我們搭車是否要扣安全帶呢? 我們搭車是一定要扣好這個安全帶的 對, 因為扣好安全帶 第一, 就可以保障你的安全 即是當萬一發生有什麼事故的時候 安全帶隨時是救回你性命的一個最佳的拍檔 第二, 就是 當然如果大家, 各位小寶寶 坐父母車的時候沒有扣安全帶 就會有機會連累 父母被人抄牌, 會罰錢 即是說, 保障自己也要保障其他人 沒錯 所以為了大家的安全著信 可能戴的時候有一點不舒服 但都可以忍耐保 如果有時候我們出街 可能會搭公共交通工具 是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 記不記得什麼禮儀要去遵守呢? 嗯, 特別是現在這個情況 即是很多病菌 大家記得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無論是坐地鐵、小巴或巴士的時候 都要戴口罩 還有, 有時候我們坐車的時候 可能很想跟人聊天 但都盡量輕聲去說話 因為可能跟車還有其他不同的程度 他們都想安靜地去休息 如果大家說的太大聲的時候 就有機會影響到其他人 還有, 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時候有些座位是對著這樣坐的 對頭位 對, 有些對頭位 大家的腳也不要太過貪心 就差過對面 都盡量坐回自己的位置 對, 尊重每一個程度 尊重自己 千萬不要飛漲 對 但萬一如果呢 我有時坐車的時候 還沒吃早餐 還沒吃下午茶 很肚餓 那我又 可能拿著一個包 或者拿著一個食物 那怎麼辦呢? 嗯, 盡量都忍耐一下 因為其實在香港坐公共交通工具 都是不可以飲食的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很辛苦 很頂不上的時候 都可能有機會可以喝一小口水 清水好了 因為其他的飲品有機會 會對那個車廂造成不乾淨 會影響到其他食客 而且都要麻煩到清潔姐姐 在事後幫我們整理 都挺不好意思的 嗯, 而且特別在這個時間 很多病菌 是啊, 很髒的 我們都應該很建議 在街外去吃東西 嗯, 嗯 那說完搭車 有時候我們可能 去公園做運動 跑一步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經過馬路 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要注意呢? 嗯, 當然 我們過馬路的時候 最好可以找一些 紅綠燈的過路處去過 大家都知道 紅燈就是等待 看到綠燈才會很涼 好像我們看到現在這個 但是呢 如果各位的小朋友 和家人一起去公園 然後要過馬路的時候 最好就是拖拖你的大人 那就可以避免自己一個的時候 有機會遇到任何危險了 嗯, 是啊 就是說小朋友 最重要是千萬千萬不要 貪方便和貪快 去用一些沒有紅綠燈的設施 嗯, 沒錯 那說到 我們說完 怎樣坐車的一些 例如過馬路的注意事項 但是呢 都不如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今天的車仔 嗯 好像都真的很漂亮 嗯, 是啊 我看到兩個不同形狀的車仔 不知道會不會很複雜的呢 應該就不會了 不過呢 在整理之前 我們今天也和大家一起看看 我們平時可以看到什麼的車仔 好嗎 那呢 第一架就是 大家平時搭車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一些有樣子的車仔 對 好像還沒見過 好像還沒見過 沒錯 因為他就是在卡通片裡面 那套反斗車王的主角 閃電王文君 我們整個卡通片裡面的車仔 都是有樣子的 將它人性化了 每一架車仔都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的樣子 有自己的樣子 就好像這架車仔 它有一個很詭異的笑容 很佳 每一架車仔很佳 是啊 就像這架車仔仔 小小的 適合一個小朋友 真的好像 它有些電欄在裡面 就好像一個電動車 那樣 小朋友可以享受一下 開車的樂趣 那又不會很危險 看到這架車我還想起 有些商場 或者大型的酒樓 它可以讓我們入銀仔下去 然後 我想坐一兩分鐘 然後會升降 沒錯 然後有一個踩旁 讓我們感受一下開車 是啊 就說到這裡 我們不如試一下 下手下腳 做一架我們自己的車仔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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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們要的材料呢 就非常之簡單的 有看到呢 環保的紙盒 或者紙筒 就是平時 家裡用完一些 刺紙的紙筒 紙盒 或者包裝的 沒錯 有剪刀 膠水 還有顏色筆 我們準備了一些 比較粗身一點的 面膜 如果呢 平時呢 小朋友在家裡 用有木顏色 水彩 或者其他 不同的顏色筆 都可以的 嗯 我們給小小時間 小朋友準備 那 因為呢 其實我們做這個車仔 為什麼我們說 可以用這些環保紙盒呢 其實呢 最理想就是 用一些我們平時 飲紙包飲品的紙盒 因為那個紙盒的 面積比較細 那小朋友 整起來也會不太麻煩 嗯 但是呢 用那個紙盒有一個不好 就是因為呢 你要飲完 那包飲品才可以再製造 嗯 就要有少少的清潔功夫 嗯 這個位置可能小朋友 就要注意一下 如果不然呢 就可以在家裡 用一些差不多 大小的紙盒 都可以的 嗯 嗯 我都相信呢 小朋友也準備好 你們的材料 未準備好不要緊 先看著我們的直播 之後再重播 就可以重溫一下 如何製造這個車仔 嗯 那我們不如先製造第一款車仔 先製造這個紫盒款的車仔 嗯 就是這個 沒錯 你看到這個盒比較大 嗯 都不緊要的 我們都建議小朋友 最好用一些正式的色紙 嗯 就是白色 無論什麼顏色都不緊要 因為呢 就方便小朋友 製造完車仔之後 就幫他做少少的裝飾 嗯 例如幫他畫個樣子 因為呢 如果你用一些環保紙 很花很花的 就很難 就很難做一些 裝飾和畫圖 按上去 就是正式的顏色紙 是啊 無論什麼顏色 白色、黑色、粉紅色 都可以 我今天用的是粉紅色的色紙 首先第一個步驟 其實呢 我們可以把紙盒 放在 色紙的中間 因為呢 你要把色紙 就去 好像一個 包粽 即是包粽 就是包粽 就包住它 把顏色去 蓋住那個紙盒的表面 嗯 那麼呢 當我們放在中間 其實我們可以先 就去 用膠水 或者這個 雙面膠紙 就黏好了 其中一面的一個紙盒 然後呢 我就 它很方便 我就用這個 雙面膠紙 嗯 如果小朋友 平時 如果沒有雙面膠紙 那你用普通的 桌布筆 或者用這個 膠水 打膠 膠水 都可以把它代替 嗯 就像我們 包禮物 有時候 包禮物 都好像 放禮物在中間 然後 慢慢沿著四邊 去包好它 嗯 沒錯 因為呢 可能呢 平時小朋友在家裡 就會比較常用的 就是膠水 或者膠醬 這類的材料 如果是用雙面膠紙 它的好處 就是 你只要 輕輕地 一撕開它 一撕開它 哎呀 十五點 等等 嗯 平時我們用雙面膠紙 如果大家小朋友 想它 可以一撕就可以 可以按一按它 按一會的時候 才撕出來 但因為我們想快點示範 給大家看 沒錯 我們都很心急 所以想快點撕了膠紙 出來給大家看 哎呀 有一點左仔 不過不要緊 撕了一塊 我還在想 如果我家裡有紙盒 不是正方形 或者是長方形 可能是圓桶形 比如像薯片罐 或者罐頭形狀 左軟形 不知道可否用來 做一輛不同形狀的車呢 都可以的 因為車仔的形狀 車的形狀 其實是無分圓形 方形 追形 追體 只要這輛車 有四個輪胎 都是車仔 只不過我們平時在街上 看到都是長形的車 是我們看得多的 之後我們都會示範一個 用圓桶形造的一個車 大家看到我貼好了 上下兩頁 所以我會貼在一張顏色紙的中間 之後呢 貼好一面之後 另外還有就是 一二三四五 五面是沒有貼過的 但因為我這個紙盒太大了 所以我就不能貼完 這六面 我會盡量貼好五面 另外沒有貼到顏色紙 就會向底 不會反出來 沒有貼到顏色 就比較肉酸 就像這輛車的兔蠟 對 它的兔蠟其實是沒有很像 對 大家可以看到 當我們輕輕把它摺起來 其實就可以 覆蓋著另外兩面的車身 這個時候 我們也可以貼一些 雙面膠紙在上面 就去穩固色紙的 就是那個色紙的顏色 貼上去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當然 因為這張色紙都很大 可能我們會做一些剪裁 去修飾一下那個車仔 去到真的黏起來的時候 就不會說 這裡好像多了一隻角 然後另外一邊 又好像凸出來 就沒有人看了 那些車仔 對 不知道會否修天才容易起角 哈哈 例如的士 或者私家車 或者天線 對 那些天線 只有條紙對出來 但是 你太多這些角 它凸出來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會沒有太好看 即是說 我們平時見不同的車 都有不同的裝飾 或者不同的設備 那大家 如果設計自己的車仔 的時候 又可以想一下 有什麼裝飾 有什麼設備 令到它的功能又不同了 沒錯 我們今天的示範 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 一個基本的車仔 如何製作 嗯 但是 一較屬於小寶寶自己的車仔 的時候 裡面有什麼形狀 怎樣的裝飾 那這個就 可能大家自己製作的時候 就可以再去想像一下 嗯 發揮大家的想像力 沒錯 在這裡 我再將它兩邊摺起來 那麼快已經黏多了三遍 是啊 那麼 看到呢 另外 這兩邊 是不是很長的一段出來 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裁展 就在沿著旁邊這個位置 就可能剪去摺 摺到摺痕位置 嗯 另外一邊都是 我先剪好一點點 另外一邊都是這樣 就簡單的 剪一剪 就去回剛才摺痕位置 一剪 方便大家在 蓋上這兩面的時候 是方便一點處理的 哦 對 對 好像平日包禮物一樣 就剪了一些痕跡 這樣 就摺完的時候 就好像這個樣子 就不會炒 還有又不會起割 對 沒錯 因為這個盒比較大 所以我們在剪的時候 都盡量預留多一點點的空間 走斬給它 因為如果你剪得太細 太細的時候 它就會不夠位置 即是那些色紙就不夠 面積去蓋住 那個紙盒 這樣就突出來了 沒錯 如果我不用色紙的話 如果適合我的紙盒 又是可能正式的 我可能都可以 用大家家的顏色筆 譬如水彩 垃圾 粉彩 去裝飾自己的車 都可以的 對 那就視乎你的紙盒 是怎樣的 即是怎樣的 設計 因為它本身有太多字 在上面 當然我們就要做少少的美化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正式的紙盒 其實小朋友可以直接在上面 做一些的 即是畫東西上去 做一些的裝飾 都沒有問題 還可以將自己的廣告 加上去 是的 例如外面的巴士 船巴 的士 車身很多時候都是不同的廣告 沒錯 例如那些車身的廣告 其實都是後期再黏上去 如果小朋友想做一個屬於自己 即有代表性的廣告 可能寫自己的名字上去 這樣也是可以的 可以跟其他人介紹 你的車是 譬如我 蘇姨姐姐的車子 就是蘇姨號 或者東日本的車子 就是Tommy號 沒錯 在街上行駛的時候 就知道這輛屬於哪一個小寶寶 或者好像有時候我們 有時候看電視有賽車的新聞 可能寫了一個號碼 一個屬於自己的賽車 這樣 這裡我就簡單去查詞一下 我們已經很快去裝飾最基本 即是車身的表面 是啊 是啊 因為其實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就是 如果小朋友覺得這樣 沒有一些線段 給大家跟著去剪的時候 其實是另一個方法 另一個方法 就是花多點時間 這個我們可能 轉頭有機會再跟大家 講一講那個位置 怎樣去處理 嗯 因為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就會盡量都快一點去處理這個部分 我已經看到車的基本形象出來了 沒錯 但是還差一點點 是啊 因為一輛車 明明一輛車 當然是有車輪的 沒有車輪的 是怎樣的 對 這裡我再簡單剪裁一下 如果我要做一輛巴士 在大地上 例如紙巾盒 做一輛巴士 那會有多一點的車輪 那就看看你小朋友 你想這輛車輪 最好一輛車就有四個車輪 因為如果你只有兩個車輪 就有機會不停車 就會廁所要右擺 對 現在就簡單 就看到一個 就是覆住了這個 色紙的一個車身 那詳細的一些材質 我們就處理著 嗯 那我們不如事不宜遲 就試一下怎樣去做一個車輪 嗯 好 那我們事前呢 其實我們就用一個 紙筒 這個紙 其實家裡小朋友 可以用家裡的切紙筒 其實就可以處理到 嗯 用一個紙筒 就在上面沿著那個圓圈 就外圍地畫四個圈 因為一輛車子 也有四個車輪 嗯 然後就沿著這條線 就去剪車輪出來 嗯 那我們也示範剪一個車輪 我們平時見的車輪 通常都是圓形 但是小朋友在設計你們的車輪的時候 可以想多些不同形狀的車輪出來 對 譬如心形 花形 星星形的車輪 不知道它行駛的時候會怎樣 嗯 我覺得圓形的車輪就會比較 坐得舒服 因為如果你是一些 例如三個人的車輪 就好像會 蹲蹲蹲蹲蹲 不過這個也是可以任由小朋友 他們的創意去發揮 我們剪完一個車輪 例如我們用這些環保的硬身的字 其實它可能在另一面 是會有一些圖案或者顏色的 我們盡量選擇沒有字沒有圖案 沒有顏色的那邊 就可以做一些 畫一個車輪的形狀 就像這樣 對 就好像中間畫了一個迷字 沒錯 形狀就像大家平時 切開了橙、檸檬 看到很多一片片三角 或者像一個薄餅的迷你擺 都是這樣 對 當大家切割一個薄餅 去刮這個車輪就可以了 嗯 我們簡單地畫一畫車輪 嗯 其實車輪大致上的形狀是這樣的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不再去做得很仔細了 大概去做一個車輪 其實小朋友就可以 黏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大概按照 這個車輪的一半 左右的位置去黏住 這個車身 大概是一半的位置 另外一面的車輪都是這樣去處理的 嗯 這個時候大家都可以用雙面膠紙 或者去用一些膠水就可以處理到 嗯 這個就是方形紙盒仔 紙盒車仔的一個大概的製作流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製成品 可以舊是這樣的 嗯 大家就可以隨意做一些裝飾 例如 可能像鶴閃電話物 給它一個樣子 畫上去 或者再做一些自己喜歡的裝飾 嗯 可以給它一個車牌 對 給它一個車的燈箱 沒錯 甚至可能是天線 都可以 說到這裡 不如我們又嘗試說 另一款車輪 對 車仔如何處理 另一款大家看到 它是比較迷你 而且它是由圓桶形去組成的 這個圓桶形 就是大家平時家裡都會有的 就是剛才那個圓桶拿出來畫圓圈的廁紙筒 現在它除了畫圓圈之外 原來它也是這架車的身體 嗯 這個做法也是非常簡單的 首先 大家可以在它的圓圈的其中一面 畫一個長方形 大家看到我中間有了黑色的 其實是告訴大家方便這裡要剪出來的 但大家正式做的時候就不用將它有黑色的 當大家剪出來的時候 再輕輕揭起它 這裡就會做了一個 車的 擋風玻璃 對 就是這個車的 如果大家不有黑色 就像這一面一樣 剪出來之後 把它剪起來 你可以在上面畫你喜歡的顏色 做擋風玻璃 現在大家看到這架車的形狀 原來已經成形了 就可以大家由一個喜歡的顏色上去 譬如我這架車就由了紅色 整架都紅色 或者你可以由你喜歡的顏色 或者一架車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七彩紛紛顏色 但是這裡有第五個圓形 就是黏在擋風玻璃前 這個圓形 沒錯 那一架車 它就這樣 有四個車輪 我覺得都不夠 因為它不能控制它 很容易會失控 會轉不到左轉不到右 所以如果大家想 可以控制這架車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很迷你的圓形 畫了一個軚盤圖案在上面 也是用剛才的環保紙盒 畫得很細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車輪大約是這麼大的 這個軚盤大約是四分之三 就可以做它的車輪 就可以貼在擋風玻璃的位置 這個就是司機座 如果大家在家裡有一些小寶寶 是這麼小的 是可以做一個司機的話 你可以邀請它 可以放它在司機座位上面 我先讓我放下這隻小棋鵝 這樣就可以放它上去 它就可以開著這架車 帶你們去不同的地方 立即感覺到這架車一定是很快 很過癮的 因為跟那輛紅色的跑車很相似 對 很相似 對 講到這裏 我們簡單講一下 兩款不同的車子的製作 我們今天也會照常 有一個挑戰給各位小朋友 我們今天的挑戰就是 最有型的車仔大獎 也歡迎各位小朋友 設計你們屬於自己的車仔 然後在下星期一 中午12點之前 就傳送給我們 去我們的Facebook 就可以參與這個挑戰 對 除了車仔之外 剛才Toni哥哥前面 有放了一個道路的裝飾 還有一個紅燈 你們都可以設計你們的車仔 看看它最遠可以去到哪裏 對 可以設計一個簡單的場景 令到這輛車真的像一個真實的場景 去走走 可能大家會設計一些水綠的旅行車 這麼厲害 或者攀山的車 可能上到山坡的 甚至有人會飛 沒錯 去到外太空間 哇 真是厲害 所以我們也期待大家的作品 一個截止時間 就是下星期一的中午12點 中午12點 下星期就是3月30號 嗯 那大家記住 各位小朋友有興趣的 就記住在這個時間之前 就去參與這個挑戰 嗯 說到這裏 我們都不妨回顧一下 我們這個星期 各種不同的挑戰 各位得獎者 和你們的得獎作品 好嗎 我們有三個挑戰 第一個 就是一個最好玩的大獎 這個就是我們設計 旗盤遊戲那天的大獎 我們收到三個作品 第一個就是截截小朋友的作品 對 截截小朋友的作品 看到他好像很認真在畫旗盤 很賣豆腐幹的 對 很認真 還有他這個旗盤 好像我們以前玩的那種康樂棋 一格一格 由零至一百 都看到他做得很認真 還有他都在旗盤上 收藏了一些不同的寶藏 對 很特別 這個想法 我也挺欣賞他的創意 好 之後呢 這個就是蘇姨小朋友的作品 看到蘇姨小朋友 看到蘇姨小朋友 他這個作品 感覺好像一個過山車 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 但是都是一個設計很精美的旗盤遊戲 還有製作花 讓我們看看製作的時候 他畫了些什麼 製成品還是怎樣 看到他整個作品都很豐富 第三個就是 今天得獎的小朋友 就是蘇姨小朋友 他今天做了這個 就是一個 迷你池塘版的旗盤 看到上面有 是不是青蛙 對 看到青蛙 有荷葉 這個也是很和大自然有關的旗盤 就是我們今天最好玩大獎的得主 恭喜各個小朋友 我猜到各個小朋友 可以在荷葉上面 也可以和青蛙的旗盤一起 可以在上面跳下跳下 之後我們就介紹 就是翻發第二個特掌項 就是最奇形怪狀東塌大獎 應該是星期三 Foodie Wednesday的那個挑戰 第一個得獎 第一個作品就是 確確小朋友 看到他很認真地製作他的東塌 他的認真程度 看到他很專注地製作 我們都很欣賞小朋友的努力 有啡色的東塌 不知道是不是巧克力味 或者咖啡味 咖啡 都是啡色的 第二個作品 也是蘇姨小朋友 這個東塌很豐富 還特地製作了一個 唐盆 木餐盆 都看到他製作得很認真 還有很有真實感 看到也很想去試一下 東塌的味道 我看到有紅色的士多啡 藍色 不知道是藍滿味的東塌 是 可能也是 黃色 是不是羊土呢 還是芒果 都可能是芒果 看到一個很健康又豐富的東塌 而今天的最奇形怪狀東塌大獎的得主 就是Riley這位小朋友 他這個作品好像整個 好像去日本旅行的禮盒很精緻 這個就是一個禮盒 而且上面有幾款不同的東塌 我看到有圓形 傳統的圓形東塌 有花花的形狀 有一個深深形狀 甚至是菱形的東塌 也有 如果比照是我 賣的這個禮盒 我最不捨得吃 就是那個花花形狀的東塌 做得這麼漂亮 你叫人怎麼捨得放在嘴裡 但很麻煩 看到又很餓 沒錯 我們也恭喜Riley小朋友 成為我們今天 最奇形怪狀東塌大獎的得主 恭喜 去到今天第三個獎項 就是《最白變變身大獎》 第一個作品就是《確確小朋友》 看見他 他不單止畫出來的作品 就是最白變 他這個笑容也覺得他很白變 準備變身 準備變身 沒錯 跟著他畫的圖案準備變身 是的 而這個《最白變變身大獎》的得獎者 就是Zuyu小朋友 看到他這個作品 他畫了很多不同的變身的衣服 也看到他很有心機去處理 我還看到主角也有不同的小動物 有貓、兔子 很多不同的小動物 變身可以用第一種的小動物 變成第二種的小動物 所以就拿到這個《最白變變變大獎》 沒錯 恭喜Zuyu小朋友 我們三個獎項都各自公布了結果 我們今天又做了這麼多 做了一些小車 手工的時候 我們應該都要去洗一洗手 沒錯 做完手工之後 可能會黏了一些膠水、顏色筆 很好用的 對 可能小朋友黏了一些椎黃筆 都會黏了一粒 都建議大家去洗手 小朋友齊洗手 Wash hand everyday Keep virus away Wash hand with soap and water Keep virus away Wash hand everyday Keep virus away Wash hand with soap and water Keep virus away Keep virus away Wash hand everyday Keep virus away Keep virus away Wash hand with soap and water Keep virus away 好好洗手 好好長大 Hooray! Virus gone! 好!洗完隻手 好!我們洗手工很正 那我現在做什麼好呢? 洗手工很正 就跟大家說 Bye Bye 大家記得下星期一同樣時間 繼續留意我們的小朋友 3點鐘 爸爸媽媽鬆一鬆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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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祝福 酷 我們 不要 請 麻煩 好 你們 你們 請